今天指挥中心把所谓的校正回归的责任 归咎于地方的卫生局其实非常的奇怪 我们来看一下它整个的流程 医院每天去裁检之后 会把相关的个资 key in 进传染病的通报系统 检体送到中央所指定的实验室 接着检验结果出入之后 再送回机关署来做研判 然后才会把所谓的资料 回传给地方的卫生局 那另外看到呢 整个编案号也是由指挥中心所统一公布的 整个流程都是由中央控管的 所以没有所谓的地方的卫生局 延迟通报这样的状况